今天分享的是经外骑血之四神葱 四神葱位于头部 在百慧血前后左右 各旁开一寸 共四血 我们取血时 一般采取正座或仰卧位 先取头部前后正中线 与两边耳锅间连接的交叉点 这个点就是百慧血 再从此点 前后左右 各旁开一寸处取血 四神葱为经外骑血 因为与百慧血四周 就像四路神仙各首一方 保护着百慧血 四是奇数词四 神是神智的意思 聪是聪明的意思 此学一个名字四个学位 能主治神智失调 耳目不从等病症 故而得名 四神聪具有通经活络 宁心安神 消除疲劳 强健精神的功效 如果取血精确的话 会马上感到由骨热流涌伤头来 可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 增加大脑的宫血 因劳累 思虑过度 而引起的头痛 或者头晕脑胀 都可以止压四神葱 来帮助缓解 四神葱 也可以提升人体之阳气 善于治疗 因阳气下下而引起的内脏下垂 头晕目眩等症 还有去除头皮扫痒 增加毛发生长 减少皮血脱落的作用 按摩的时候可以将手指 有节奏敲击或注意按揉 按左右神葱学 再按前后神葱学 每次一至三分钟 每天可进行数次 按揉四神葱学位用力不要过大 否则会产生头部不适 坚持每天按揉针对头痛 失眠 肩膀 眩晕等正有改善作用 用爱酒的方法也可以 用爱调回旋酒 四神葱学 十至十五分钟 一天一次